午节就要到了 不少餐厅和饭店业者 纷纷推出各式口味的肉粽 有甜有咸 南北粽任君挑选 但现在竟有人吃到这种口味 肉粽顶部被咬了一早 靠近一看才发现 这糯米饭上头的 两片咖啡色物体 形状怎么长得很像翅膀 再仔细看看 这应该是蟑螂的翅膀吧 难怪民众吃了一口 就不敢再碰了 将这照片po上网 还预待惊恐的询问 这不是油虫俗吧 网友纷纷回应 放心吃吧 他已经熟了哦 还有人说 这是蛋白质加强版 加一味小强酥 肉粽给你一对翅膀 虽然话这样说 不过应该任谁看到这一幕 都应该只有饭味而已 加上食安问题严重 若真的不胜吃下肚 后果不堪设想 东森新闻生活中心 Kerry报道